胡善祥,历史原形是公让张皇后,明宣宗朱瞻基的第一任皇后。 在上时的剧情里,她是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角色。 好好的一副牌被她打得稀巴烂。 天将祥瑞,成为家族的荣耀之光,她一出生就没好命。 姐姐为了保住她,跟家人说妹妹出生时,她看见了一道红光闪过。 于是,家里人便把她当作上天恩赐的祥瑞,从此变成了家族的荣耀之光。 她习得一身医术,本就是治病救人的一把好手。 偏偏因为姐姐的一句戏言,认为她不该是女医的命运,更应该去往更高处。 皇太孙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于是胡家费尽心机,甚至不惜捏造她开错药方致使病人死亡的事件, 让她对医术彻底绝望,然后把她推上了太孙妃之位。 抵抗命运,慢性自杀,她不愿接受这样的家族安排, 在成婚后,便日日在自己的饮食里下药,慢性自杀。 有一次,朱瞻基出差回来,特地给她带了早局。 对她也是非常上心,想拉近彼此的关系。 然而,她一心求死,根本没在意眼前这个丈夫是如何看待自己, 如何想护她一世周全。 毒药让她的身体一天天衰弱,成天咳嗽。 朱瞻基来看望她时,吃了一半她吃过的早局, 结果直接中毒吐血了。 从此以后,朱瞻基对她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。 她,不是她要找的绝暗其眉的终生伴侣。 彻底失去爱情,走向命运悲剧,毒药自杀的结果, 不只给她的身体带来不可恢复的伤害, 也让她彻底失去了朱瞻基的心。 即便她后来想通了以后,对朱瞻基各种示好, 都没能换得她的正眼看一下。 在张皇后的劝说下,朱瞻基也想过, 哪怕她知错悔改了,即便没有爱情, 也能做个和和气气的夫妻吧。 因为受到父皇的冷漠对待, 她一下子空闲下来了,便让她陪着。 但是她从来也不懂她内心的苦闷, 反倒开始说教起来。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,知心人难求。 直到姚子精逐渐沾满了朱瞻基的心, 她就再也没有机会翻身了。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从容, 似乎无欲无求, 却也在奢望一些已不可得的东西。 待姚子精嫁给朱瞻基后, 她还认为姚子精是那个痴心妄想改变组织的人。 却不曾想,姚子精在对抗命运时一直往上爬, 而她在向命运妥协时, 连明哲宝身都做不到, 空有皇后的虚弦而已。 有个成语叫不进则退, 可想而知, 她的命运定不会有好的结果。 你是如何看待胡善祥的? 你喜欢她这样的处事方式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